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李慧尔 首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售市情况 内地股市普遍下跌 内地3月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回升至扩张水平 平时胜过市场预期A股 今早早段止跌回升 不过午后回来都要倒跌 收市普遍下跌 最终护心300指数收报3675点跌11点 深圳成分指数收报9951点跌10点 上证综合指数收报2734点跌15点 再看港股方面 美股三大指数期货亚洲时段下挫 港股午后插超过600点 最多跌655点 见22947点暂时低位 穿了23000关口 不过之后跌幅来为收窄 最终收市跌517点 收报23085点 收复23000关口 国企指数收报9404点跌189点 大股成交1312亿 现在和大家跟进焦点板块 看看本地的餐饮股 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 昨日指出批评政府要求食市 履行的新措施是无理辣椒 并且联署提出五大诉求 包括向食市代支八成的租金 员工八成薪酬作补偿 在14天的限聚令完结后 如果疫情未舒缓 规定全港食市一律停业 并作出赔偿 承诺不检控 因不清楚法例内容而违规的食市 要求政府在亲措施 实施14天内 跟业界中小企会面 以及全面封关 倒截病原 不过政府早前预告了 正为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制定方案 餐饮股因为消息突然急彈上来的下午后 大家乐连跌2天后 急彈1到高见16.64 秋升7.2% 收报13.5% 升6.13% 至于对手大快活 但升2.4% 收报15.1% 太兴急升1.2% 收报1.03% 看看科网股 看到ATM3股的阿里巴巴 午后曾经转跌2% 收报184元 升了 未升0.3% 腾讯跌1.5% 收报374.4% 美团点评逆市靠运 收市微跌0.8% 报92.8毫半 看看焦点股份 跟进汇控的情况 受到新冠肺炎影响 汇控决定取消今年底前所有股息 汇丰今早曾跌穿40元 再次海啸后低位 稍作反弹后又反复偏远 最终收市报39.9毫半 都守不回40关口 作为汇控第二大股东评保 发言人回应时表示 留意到有关消息 并且持续跟进情况 汇丰向来以高息见称股息政策稳定 2015年以来不论业绩好坏 汇丰都会保持每年0.51美元的股息 吸引了不少散户 以致机构作出投资者的青睐 汇丰控股持股六成二的恒生银行 也表示 现在没有计划更改派息政策 恒生会考虑盈利能力监管规定 发展机遇和经营环境等因素 来定派息水平 恒生现时的周息率是6.36 高盛在上述事件发生前 也发表了一个报告 预期汇控今年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暂停派息 以至第三季才会恢复派息 并且将目标价由68元下调到62元 维持买入评级 报告指出汇控 预期将在4月28日公布首季业绩 高盛预期核心税前盈利案 按年下跌4.3至36.46亿美元 主要受到收入疲弱和信贷成本上升影响 英镑下跌和盈利下降 令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 按贵下跌30基点至14.4% 再跟进一些公布了业绩的个股 网龙公布了截至全年股东的英占日利 有8.07亿人民币 按年增加了4.8元左右 抹期息每股派25港仙 按年多了6.7元左右 今早早股价曾升7% 建议20元創了近三周高位 午后回落 最终收市部18.9元 升1%左右 比亚迪公布截至去年底 指全年业绩的初步数字 由于为行业和政策变化 研发费用上升等因素 股东英占日利 按年下跌了4.2至16.1亿元人民币 每股基金收益是0.5人民币 股价跌超过3% 低见39.2 怎知越跌越有 收报是38元跌了6.1% 这个环节就跟进到这里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 明天再见